孩子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一博没有变化 一博 一博自己还觉得五十几岁 比现在还年轻 沉稳了一些 对不对 对 也特意化了法力 你有看到吗 特意的 因为太嫌小了 对 一博就是这样 没辙 底子就放在这儿了 对 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 自己到了这个年纪 比如说二零五零年 孟晨你多大了 心里算一下 心里算一下 他七十了 他七 对 加十九年 暴露 好可怕 依然是少女人 我觉得我自己长得 还算比较 显小 嫩 慈眉善目 所以可能变成老奶奶 也是那个方圆百里 蛮可爱的一个奶奶 大家都愿意过去 跟奶奶聊聊天 对 是的 我想象我身边呢 就是有很多机器人 为什么是机器人陪伴你 就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科技应该 非常发展的 非常迅速了 然后机器人 搞不好还有仿生人 或者说有她的 自己的一种智慧 反正跟我对答如流 就可以一直陪伴着我 你看 金沙真的是一直都是 很梦幻的那种 机器人陪着你 好 孟臣 你身边都是些什么人 我啊 海涛 小海小涛 我身边都是一些跟我一样 非常时髦的人 我觉得我就是过了三十年以后 肯定也是属于那种 引领时尚的 最时髦的时髦爱抗 爱抗 你是爱抗人家爱的 爱抗 爱抗嘛 对 爱抗 因为驾到东北了 爱抗 但是那时候已经驾到东北了 爱抗 直上教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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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 孟臣现在真的是耍得特别开 可以了 谢谢 我们来问问 我们这些小兄弟有95后 有00后 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老了以后的样子 就我觉得老的时候有老的那个生活吧 就平静下来 就不像现在 你现在是有多么平静啊 就比较急吧 我性格比较急 所以老的时候就可以稳下来吧 但是我告诉你啊 如果他天生是个急性子 老了以后也会是个急性子 对 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性子 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 那也得是 但是他还是个底子 还是个急性子 该是谁是谁 有没有人怕老 就感觉我不能老 什么老跟我没有关系 这个诚 盛亨 我怕老 我不想老 我想永远二十多岁 永远年轻 然后特别热血的那种 有人统计过啊 人们对这个年龄的衰老的 平均年龄认知是三十六点四岁 什么就是我现在啊 没错就是我现在 我的天啊 就开始认知 老了 哪一刻让你觉得自己老了 我是有的 厚